各位兄弟姐妹,今日的侍应根据是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素六来,中途大使录,十三章二截 这句说话是圣神,向那些在安提尔基亚里聚集的先知和教师 我们在《独经一》中有五个名字,包括巴尔纳伯和素六 星神向他们推动,你们选拔出这两个人,我要派他们出去工作 是什么工作呢?就是海外福全,可以说话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,为初来教会的发展,很明显 因为从此之后开始了一个福全的旅程 教会的那种向外的动力是越来越被肯定的 甚至是圣神推动的 所以有些学者说中途大使录甚至可以称为圣神的福音 因为福音本来就是记载耶稣的言行 但是到了中途大使录就是记载聖神如何推动初期教会 去传扬耶稣的言行 所以被称为是圣神的福音 这不单止是初期教会 其实历代教会以至我们今天都应该是这样的 特别是教宗方济国,我想我们如果跟贴一点都很清楚 现任的教宗非常注重复传的 他甚至说教会应该是不要经常关门 不要只想着自己的桌桌凳几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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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教育, 财富, 能力等等 我们要向这些最弱小的兄弟姊妹 伸出我们的手, 去眷顾他们 向他们讲述耶稣基督的慈爱 彰显这份慈爱出来 各位兄弟姊妹, 等我们的堂区 今年是堂区更新, 对吧? 这几年也是 让我们的堂区不要只注重来向 或者说我们的兄弟姊妹一齐好 我们的牧民工作做得好 我们的礼仪做得好齐整, 很漂亮 不只是这样 我们都要传扬福音 为主作见证 特别在今天的香港 好了, 我们再一次读今天的圣经金句 并且求圣神在我们当中 去找出今天的巴以纳伯和掃录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以纳伯和掃录来 中途大使录13章2节